各位16年台湾灯会重返台南 戳主灯所在的高铁灯区 位在林木娘公园安平码头附近的 安平灯区抢先亮灯 夜晚热闹的花灯饗宴开始之前 你来台南怎么可以错过这地小吃呢 尤其安平老街是台南很夯的观光集点 白天可以先来一趟美食的彩点之旅 像是牛肉汤还有古早味豆花 同时我们也请到台南巷黄伟哲 和主播崇崇我一起介绍 安平灯区的必看亮点 带路欣赏好玩又好拍的精彩作品 久保六中带你逛台湾灯会 前往安平灯区之前 先来喝好喝的牛肉汤 我们跟老板打招呼 哈啰老板 我是彤彤 我们从台北慕名而来 想要请问老板 我们有什么必点的招牌菜呢 今天来我们台南 一定要吃我们台南的温体牛肉汤 及我們店裡面的 溫體牛肉的熱潮 是 這樣子是最有我們代表 我們台南風味的一餐 所以我通通都要來一盤 我們上菜囉 台南小吃不計其處 看花燈前先來嘗嘗這碗 霸氣頂級牛肉湯 我先喝一口牛肉湯 幫大家嘗嘗味道 這湯非常的香醇耶 清甜 而且肉真的非常軟 哪一個部位呢 今天選的這部位是牛的 我們台南人說的說法叫扇子肉 扇子肉 它長得像一片扇子一樣 對 它屬於牛的腹部後側的肉 所以就補運動 補運動 所以特別軟 這炒飯其實是我們 幾乎每桌都會點 對 因為我們炒飯其實很實惠 就是肉多 料多 又大盤 因為我們牛肉湯 牛肉湯很好吃 牛肉湯還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不會被蓋過去 哇 好香喔 牛肉湯的心願達成 下一站超炎氣銅板美食 安平豆花 老闆娘 我要煮菜黑豆豆花 內豆口味的 好 然後再一個傳統白豆花 鮮奶珍珠 好 鮮奶珍珠 好 還有一個傳統的 傳統的我要加檸檬 我們豆花來了 三碗都是不同口味的 來 嘗嘗傳統白豆花加檸檬 好 好香喔 超好吃 很滑順耶 對 對 對 傳統做法杜香濃郁 細緻滑順豪入口 台南美食滋味 讓人回味無窮 不知不覺燈會饗宴 也將要登場 我們從安平島街過來 現在來到林茂娘公園 那麼這裡非常精彩 是今年安平登區的一個 主要展區 我們邀請到台南市民的好朋友 歡迎董事長 歡迎 董事長 董事長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台南喔 最精彩是台南平平登上國際版面 那麼今年這個 台灣燈會在台南 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們從第一件的 後方做體新成績介紹 主要它因為今年是台南市版 從1624到2024 這個1624年的一個點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荷蘭人在安平 蓋了熱蘭遮城的時候 對於台灣跟海洋時代 大航海時代相接連 接連的時候 就從荷蘭人來這邊蓋城 建這個熱蘭遮城開始 所以叫做新成 那接下來還有哪些 精彩又好拍的作品 我們跟著市長 一起去瞧瞧 Yes 帥先與大家見面的安平登區 推出台門400與河光網 是兩大主題 從林木娘公園 安平油漆碼頭 一路延伸到安平運河沿岸 這地方是漁港 另外一邊就是遊艇碼頭 這裡就是人家 因為它是在一片林間 用這個裝置藝術布置出來 然後晚上點了燈 也是象徵了 從1624到2024 這400年來 像時光流逝 那我們的先祖們留下一些 很多事蹟 還有很多建築物 還有很多過去 有這個都市或城市發展的成果 簡單起來更漂亮 對 就像它有一個海螺的造型 海螺的造型 大家會拿起那個海螺的時候 都會聽啊 聽什麼 聽海洋的訓言 就是這個意思 慢慢有燈了 你看我們的講話 大聲一點它燈就會更亮 然後有沒有 哈囉 哈囉 你好 沒有耶 它那個燈就會這樣過去 都好可愛 它對聲音比較那個 所以說這小朋友來玩 一定蠻不錯的 基本上就是 我們希望能突破800萬人 開幕的就很多人 接下來我相信 每個禮拜的 每個禮拜都會有更多人 尤其春節那幾天 當然知道 我們非常謝謝市長 今天當我們的專業祥島 不過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當然還沒有 當然沒有啊 因為這整個展區有22公頃 所以接下來 蟲蟲帶你一起去逛燈 嘿 Yes 五光十色 近30位藝術家 共同努力地登役新鮮 安平作為台灣歷史起點 象徵族群文化融合 來到台南落地深耕 這件創作叫做無限圓 是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 但你看到 進到了裡面之後 沒有洞天 這大大小小的圓 很像燈籠一樣 象徵圓滿團圓 很有過節的氣氛 安平展區越夜越美麗 歡迎把握時間 來台南走春 賞燈看空中展演 傳統與創新之間 體會榮耀台南的 誰才魅力